万物流转 调教生命的罗盘 尽在生命电视台 佛法的修学 专注于当下 一 表面看来此时时刻 似乎仅是众多片刻中的一刻 你生命中的每一天 看似由无数的片刻所构成 在期间 许许多多不同的事情发生了 但如果你更深入来看 时钟不是只有一个时刻吗 生命中何时不是此时时刻呢 此时时时刻 当下是你永远无法逃脱的唯一一刻 它是你生命中一个恒常不变的元素 不论发生任何事 不论你的人生如何改变 有件事是不变的 你面对的永远是当下 既然无法从当下逃脱 为何不张开双臂欢迎他 与他友善相处呢 当你与当下为友 无论你身处何方 都会感觉像回家般自在 如果你在当下无法感受到这样的自在 那无论你到哪里 都不会感到心安 现前这一刻 永远都是如实际状况 你能否顺其自然呢 将人生切割成过去 现在与未来是心智的把戏 而这最终还是虚幻不实的 过去与未来是思维意念 是心智上的抽象概念 过去只能在当下被溢起 你所记起的种种 是在过去的当下中发生的事情 只是在现在这个当下 你记起了它 而未来当它来临时 即是当下正在发生的事情 所以 唯一真实的 唯一真正存在的 即是当下正在发生的事情 专注于当下 并不是全盘否认生命所需求的事物 而是要你认清什么是最重要的 然后在面对生命中次要的事物 便能宜然自得了 专注于当下 专注于当下 并非宣称 唯有当下 所以我将不再理会其他事事 绝非如此 专注于当下 专注于当下 是指专注于当下正在发生的种种 然后找出当下最需要关注与处理的事 并专注于当下 你的人生自然而然地就开展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各位生命菩萨阿弥陀佛 佛要我们弘扬佛法立意众生 弘扬佛法叫大转法轮 生命电视台24小时用卫星电脑 在全世界大转法轮 所以各位一定要多打开生命电视台 也要让生命电视台大转法轮 要多护持生命电视台 那么 弘法以外还要利益众生 那利益众生呢 各位叫放生 不失 超度 失时 这也是生命电视台在推广的 所以愿大家按照佛陀的教法 圆满生命 阿弥陀佛 护持正好 1996-5232 1996-5232 不明 生命文化基金会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大家好 我是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 指挥官陈时中 台湾防疫超前部署 降低武汉肺炎境外移入 及社区感染风险 只要跟着政府的步伐 我们有信心战胜疫情 透过防疫超前部署 强化疫情监视 并加强边境管制 让大家有安全的家园 为了确保防疫资源充足 同时强化医疗整备 与充实防疫物资 并且落实社区防疫 加强高风险对象追踪管理 更密切监控假讯息传播 加强民众沟通 降低恐慌 防疫政策需要大家的支持 团结守护家园的健康 也谢谢每一位共体时间 与政府共同防疫的国人 专注于当下 二 生活中琐事 诸如收拾碗盘 草泥商业策略 策划旅行 什么比较重要呢 是手上正在做的事情 还是你透过做这些事 想到的结果 是此时时刻 还是未来的某个时刻 你是否将此时时刻 视为一个得去克服的障碍 你是否觉得 有个更重要的未来 你得奔赴 几乎每个人大半辈子 都这样活着 然而 未来永远不会到来 除非临至当下 所以 如果一辈子这样活着 岂不是无法良好运作吗 活在未来 会引发一股 充满不安 紧张与不满的经常性暗流 这对生命并不尊重 因为生命就在当下 它从来没有不在当下 感受内在的蓬勃生气 将使你定毛于当下 除非你对此时此刻负责 否则你终究无法对生命负责 这是因为当下是你唯一可以发现生命的地方 对此时此刻负责 意味着内心不要抗拒当下的就是这样 也不要与实际的状况争辩 而要与生命结为盟友 当下是什么状况就是什么状况 因为它不可能是其他状况 佛弟子对此遭有领悟 如今物理学家也一一证实 宇宙万物间 没有独立存在的事或物 表象之下 万事万物互有关联 同属宇宙整体的一部分 而正是从这宇宙里 原生出此刻所显现的所有形体物相 当你对事情的实际状况 俯首称事实 你将与本质及生命本身的力量 结为盟友